年輕改革衝突不斷 不少資深退休軍公教 頭髮斑白 還是衝到第一線曠疫 不過同為公務員 年輕公教卻有不同意見 加速減少退休金的給付 這800億 它可以依註在公教退伍基金 甚至它可以依註在勞保 年輕公教停改革 還喊加速進行 除了認為六年要歸零的18% 因縮短為三年 所得替代率也應該在十年之內 就降至60% 在指所得越高 退休後領的錢就要越少 年輕公教說得很明白 若是政府退伏基金出現缺口 得另拨預算 苦的還是繳稅的年輕人 甚至怒批過去制度養了太多肥貓 其實是有肥到某些族群 那當初設定這個制度的時候 其實沒有多少利息關係人可以參與 面對不同聲音 公務員協會代表李萊希不以為然 感嘆年輕人被砍的刀刀劍骨 卻反被利用 這些年輕人設施衛生 他不瞭解法理基礎 這一次的改革是不分老中青一刀砍的 傷害最深的是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不要被利用啦 因為看起來是被利用啦 變成執政黨的利用的工具 我覺得蠻可惜的 甚至有名77歲的退休公務員 捧著現金50萬捐給公務員協會 要反現行改革方案 大家商量 拿出一個最好的方案 不是說這樣 我權力在手上我就隨便砍你們 這樣老百姓不服的啦 這樣會逼人家造反 年輕和資深公務員意見相左 起了內訌 也讓年金改革增添更多的爭議和變數 東森財經新聞 柳沛齊 吳佑樹 在台北 三方報導 柳沛齊 吳佑樹 但是你又能解釋什麼